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此刻将帮印度发射首粒私人间谍卫星 抖音违反印尼交易禁令 中小企业部长余贸易部长谴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赵安吉意外死亡黑幕重重 专家指获涉重光利浴超案 美国前运输部 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妹妹 福贸集团董事长兼執行长赵安吉的死 中国和海外两个版本报导 交从外界对赵安吉死因的怀疑 2月13日 陆媒财新网率先报导赵安吉死亡的消息 报导说 车祸发生在2月10日 当时他正是前往在美国德州 奥斯丁举行的一个商务会议 据当地警方报告 事发时赵安吉所乘坐的车辆 被一架超速冲红灯的卡车碰撞 赵安吉当场宣布死亡 之后卡车司机被捕 被控走后驾驶通过失杀人罪 该报导虽然给出车祸的详细细节 但它的最初版本并未给出消息来源 这个对一个媒体来说 尤其是财新网这种国内外知名的媒体 这样的消息显然是不符合报导员州 不单止是这样 在2日后的15号 美国德州奥斯丁美国政治家报 引述警方消息报导说 赵安吉并不是死于车祸 而是连人带车跌落池塘浸死 当地警方说 警员在12号接报前往一处私人牧场 做水上救援 救援人员曾对赵安吉进行急救 但没有成功 在美国警方官方消息披露后 财新网并未对他的虚假报导进行更正 让外界感觉成件事的诡异 在19号 网媒软件快评主播唐靖远 接到粉丝爆料说 关于赵安吉的死亡消息最早来源于一个骗子网站 之后唐靖远亲自核实相关爆料 找到这个网站 唐靖远说网站以土耳其语为主 访问量很少 并不是新闻媒体网站 美国评级机构对他的评级是非常差 该网站在当地时间12点 也就是大陆时间12号晚 或13号凌晨刊登赵安吉的复告 赵安吉死于车祸这个巨大谣言的发源地 居然来自这间鲜为人知的骗子网站 这个可能是财新网被谈这个消息来源的原因 很难想象 在国内一向以专业度和可靠性为口碑的财新网 居然会第一时间照搬这间不可靠的骗子网站信息 赵安吉是福贸集团创始人 华人船黄赵锡成的女 出生于美国 是哈佛大学高财新 曾担任过中国银行独立董事 中国船博工业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外贸理事会副理事长等等 而赵锡成本人和中共权贵的交集也相当深 自媒体人文昭说 赵锡成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是上海交通大学后友 在江成为党魁之前 赵锡成就只是名满天下的商人 江成了总书记之后 两人至少六次直接见面 文昭说 赵家通过多个层面和中共高层联系 包括同江泽民的关系和中共军方关系 和赵安吉丈夫和清华京管学院之间的关系 都显示赵家在中南海有独特人物 文昭怀疑赵安吉的死或关联到中共近期失踪的 前外交部长秦江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案 他举例说 在2018年曼晚舟被捕同日 与他有交集的中共千人计划成员之一 华裔科学家张首成在旧金山自杀 旧金山警方到现在也没有提出 张首成有被谋杀的嫌疑 而赵安吉基本上也是同样情况 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出事 秦江也在美国出事 他们刚刚出完事 和中共高层关系非常密切的赵家也出事 你说这个是不是事出过于巧合 而赵安吉一出事 国内媒体就抢报假消息 有真相也不更正 这个就有更强的要掩盖某些事的嫌疑 文超更质疑 中共是想借赵安吉的死敲打边国 他说 大家可能看到右博主已经说了 说有内幕消息传出 说赵安吉想金盘洗手 退出中共 但他们赵家卷入太深了 有人不想让他退出 两边没谈好 于是赵安吉就遭遇不测 这个其实也是同时向其他可能 泄物的人发出强烈的警告 你们如果想退出 你们看看赵安吉 似乎这是一种虽远必诛的刺实行动 文超还说 自己不太相信有这种巧合存在 说如果幕后故事存在的话 就说明赵家和中共之间已无法维持共存的平衡了 这种征兆就好像大地震之前的一些预兆一样 意味着有更大事情会发生 当小平的日中南海诡异一幕 官媒低调无阻风凳 中共官场发生多个敏感事件 在今月18日湖南省委哭出解放思想的言论被质疑 在19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7周年 官媒低调纪念 而无阻网站发文暗风邓小平的文章 至今未被下架引起猜测 在19日 新华报业网发布一分钟短片纪念邓小平 另外 《遼望集志》 《中国妇女报》和一些地方官媒都写短语纪念邓 在当日 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举行献花仪式 就在邓小平去世纪念日前日 在18日 湖南省委机关部 《湖南日报》发布 《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而当局进行该活动的目的 却是推动中共党会所谓的习思想、习核心等 而解放思想一致 也让人联想到1978年12月 邓小平为改革开放首次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主张 但湖南省委的通知并未提及到 旅日学者洪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 现在当局重提解放思想 表明当局试图重启思想解放但不可信 他说 究竟是真是假 最后再来一次 忍蛇出动怎么算 暂时不敢信 总之事件很诡异 否定邓的人 怎么能在邓的忌日 搞一通所谓的思想解放 我看今年会有大变故 贵州学者耿先生就说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 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系 今天重提所谓的思想解放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的放弃 今天的大环境和当年完全不同 看不出解放思想指的是什么 邓先生说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在全面回归 全面倒退 回归到文革一种状态 回归到反市场经济的一个方向 现在重提解放思想可以说是胡闹 而在2月11日晚 无阻网站 《红色中国》发表署名 李方舟的短文 祝贺邓小平逝世27周年 嘲讽邓小平 文章称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伟大的绿克斯主义者 格无产阶级命家 为纪念等 我决定用罗大佑在1989年出版的 《诸如之歌》作为主题曲 中国问题专家秦鹏 在秦鹏观察节目中说 中国新年后大陆发生一件大事 是湖南省委要开展解放思想 而且要组织处级以上官员学习 持续讨论一个月 秦鹏认为事件是中南海在背后主使 《黑龙江日报》消息说 在今月18日 《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 也组织主要官员开展全省深化能力 作风建设会议 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等 秦鹏说 这番话看起来 习近平的影子已经超然若揭 而核心党媒人民网等 也很快跟进同背书 显示湖南《黑龙江》的做法 被宣传部门认为符合习的想法 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 中共当局继续放纵 无阻批中共推动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 邓小平 秦鹏说 罗大右的《诸如之歌》 写在89年六四之后 看歌词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嘲讽表面上亲切 登上时代杂志风云人物的邓小平 他口口声声为人民 实际上却是杀络民众的途夫 包括他在内的共产党领袖 是中共宣传中的巨人 却是政治朱如同罗夫 秦鹏认为 文章到今天还存在 而在大陆网络上 还有大量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内容 这个模仪反映习不断矮化邓的现实 最近两年 越来越多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 也认识到 习已经将中共改革开放画上句号 资深媒体人颜纯欧 在今个月16日在《念书》发文说 习近平热冲于搞政治斗争 他身边又聚合一班 长期只为他服务的下属 习在执政后错留百出 到处碰壁 到最后 所有问题都是他一人承担 历史要算账 也只会找他算账 颜纯欧还曾说过 现在中共已病入高坊 约石无铃 想改变政策为时已晚 马斯克将帮印度发射首粒私人间谍卫星 监于全球政治局势动荡 中印紧张关系持续 印度重视发展太空能力 印度政府已邀请斯奇 塔塔先进系统有限公司 为该国建造军容级间谍卫星 该公司将使用马斯克的SpaceX 运载火箭发射一份本土开发的卫星 印度的卫星数量远少于中国 首粒私人间谍卫星的发射 将成为印度一个重要里程碑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塔塔建造的第一粒间谍卫星正是前往佛罗里达州 并在4月用SpaceX公司的火箭发射升空 班加罗里的塔塔工厂是这粒卫星的建造地 该厂每年可生产25粒卫星 塔塔仲同卡纳塔克邦政府签署一项协议 进一步投资航空航天同国防领域 该卫星将负责监控基础设施和获取军事目标 在500公里高空监视从部队调动到导弹发射等各种事态发展 这些信息又在于印度在军事冲突期间密切关注敌方资产 并在需要时瞄准它们 尽管拥有亚米级解释度卫星 但印度之前一直依赖美国等外国来源的情报数据 武装部队需要为外国供应商提供准确的座标 同时间以获取图像 随着印度东部和中国边境紧张局势升级 印度增加了从外国购买卫星图像的数量 一旦本土卫星投入运行 友好国家预计将从印度购买图像 塔塔尔收到相关询问 本土卫星的地面控制中心将设在邦加罗尔 用于处理卫星发放的图像 印度间谍卫星的发射离不开马斯克的帮助 受益于中共 马斯克的生意可谓红红火火 在2020年4月 印尼使用一枚中国火箭发射价值2亿2千万美元的一火卫星 结果火箭出现故障 卫星被毁 马斯克把握机会 之后包揽印尼的卫星发射 雅加达一名熟悉事件的高级政府官员 同两名行业官员告诉路透社 中共的火箭故障 有没有参与过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没有参与